这可能会出来的效果没有之前都不知道的好 我觉得这是很大概率的事情 因为不是去好好玩的 这次是真的就是我算给自己的一个 假期 不算假期 就是一个放空的一段时间 希望是一个平淡的感觉 无论是骑车还是骑马 就是我一定要买那个 买那个 人类根本就没有看不到那样子的视角 但是大家那个之后 我们可以体验飞行生物的视角 可以体验小鸟 老鹰的视角 是等于就是我看到的 也是大家看到的 而且我可以操控那个 很酷的 现在你们还没有理解 我过去Vlog都是自己拿手机录 所以说声音和那个是同步的 那假如比如说我现在弄弄弄弄弄弄一半 然后现在要切航拍机镜头了 这个的声音是要贴到那个画面上的 所以说 这个对声音的很多条件都需要更高 每天晚上 拍摄每天晚上 结束录制之后 我们都开个小门去碰一下第二天的 每天晚上都去把第二天要去怎么安排 哪些是我必须想要有的素材 哪些是我觉得有可有可无的 哪些是我觉得我不想要 我们每天都去聊一下 但是我心里的游泳 我们的口号就是活着 这次我也会比较稍息 自己也去多多点素材 因为我不想不仅仅是 希望这个片子好好产出 也是希望大家能通过这片子 知道我也是一个很好的Vlogger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你自己的第一视角 我也是一个记录者和变记录者 我觉得就这个情况 我上次骑车就是骑过大街小巷 然后就是看见什么路 什么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次 我可能还会有很多素材 我会进去用手机去录 因为我这个东西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但当然同时我们这些还是有 通过显机我们在取舍哪些部分 比较保证哪些 去设计那些 然后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把那个录音 录音东西给确定好 然后 然后航拍几个确定好 就像我当时从厦门骑过全州 全州骑过厦门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想这种事情 我只是想骑过这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要通过这几个事去告诉大家什么道理 我做的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要去激励大家 也不是要去让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者去学习我的生活 或者说让自己的生活多点什么少点什么 这不是我出座 我出座就是我想自己去玩 然后正好记住下来给大家看 然后我本身再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就OK了 就去试一下能不能在没有火的情况去睡 到时候如果就是坚持觉得太冷了 就是我觉得最后版本应该是觉得太冷了 然后放弃这个事 以专业的罗老师你的经验就是如果现在没有火炉 或者没有任何炉子去给帐篷进行一个升温 光靠睡袋和防潮垫 我是能够正常的睡觉了吧 就是至少不会 可以的 你说在东京录音学上喊灯这种关键下 很多情况下 学生就没法用过 或者我没有喝个 你能问你一条件 就是靠帐篷 防潮垫 羽绒睡袋 就是靠这些来保暖的 然后度过一晚上 然后专业的睡袋 保暖好的睡袋 一晚上录音很舒适的 好的好的我知道 所以说 那我觉得这个事 我就做 零下三十度不到吧 零下三十度不到吧 零下三十多度 真的靠带着保暖的 然后 未代防潮垫 帐篷的保暖设施 然后录音一晚 真的有很多 疼痛病 现在的事情为什么我这么开心呢 是因为我一直要去录音 然后但是又不能生活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事没有可行性 但是刚才跟专业的录音老师沟通了之后 我发现这个事 不是没有可行性 是非常有可行性 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因为那个急动的睡袋 和那个急动的帐篷 和那个急动的防潮垫 可以让我安心的入眠 CEO3 大家都不要去模仿 都是有专业的人士指导 跟当地的人和就是 都是走正规程序的 大家不要有模仿 都是对吧 活着 睁眼看世界 活着 哈哈哈哈 7点出发 所以说摄像台的7点 就已经得 就是9点50 大家都提提提 就得已经到我 到我那个帐篷外面 就是一切都是最理想状态啊 对 也有可能明天晚上就回 我回那个老龙那 就是说老龙那出发了 6点50的帐篷外 7点5 我会从帐篷外出来 刷牙洗个脸啥的 然后没有刷牙洗 刷牙洗 刷牙洗 就动着了 你看我来刷牙 谢谢之外 然后到那边 然后那天我希望 就人越少越好 不管我那个TV成功与否 然后太阳出来之后 再来一个那个 就是太阳出来之后 的航拍一个状态 因为那个天气下 估计我们航拍机 三四分钟是极限了吧 今天我写一下 二十分钟没问题 二十分都没问题 都这么硬核吗 比如说我们就是 就是其实肯定是稳定 我们俩都不稳定 主要是比如我想拍哪的时候 对的 我能拍了一点 但这个我不能将人怎么拍 我这个还能 刚才我还能稍微稍微 就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咱们 你看就有的马 他没去淡江 就是他不是飞的 淡江他没问题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有的马就是淡江特的秘密 我马就完全不吃淡江 所以我就看吧 明天肯定得选吃淡江的马 我来试一下 咱们 再拖沙 批进去之后再拧一下吧 卡他就批了 扭 OKOK 试一下最小心啊 很有效率 失败了 现在你已经有两块柴了 啊 这难吸呢这个 你知道他为什么难劈不 他有茧子 你就看中这块木头了 因为他有茧 这有树结二 越批也难批 每块都很结实 但是我建议啊 你从那个缝啊 再往下再来两下 他就开了 你已经很接近了 因为你刚才一直批这儿 这儿已经可以了 你这儿一下这儿一下 他就差不多开了 这儿是批蚕滑铁路 哈哈 哈哈 他也一分两半之后就四分之一 八分之越来越容易 但是一分两半之后就已经减了很多 嗯 展示一下你的成果 展示一下你的成果 这就比刚才容易了 现在要什么 砍碎了 砍碎了 这样其实就可以放到炉子里面 根据你炉子的大小 太阳照到身上好舒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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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太阳照到身上好舒爽啊 这块柴是太坚强了 太阳照了 太阳照了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十八了 啊 没事李哥我自己来 好 好 岂有此理 一分为二 十八了 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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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了 十六了 十五了 十六了 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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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了 十六了 就这样吧 好 真黑了 抗几在一起 这是把豪虎投 收集咱们把它抱走 抱一个餐厅去吧 可以啊 我都可以放外面 我都递我了 好放这儿去 大师傅我们给你送柴来了 我们给你送柴来了 谢谢 谢谢 你放哪儿 谢谢 之前吃太饱了 感谢你们 都胖了 走了 拜拜